作詞・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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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已經是你的時間了 那實際做醬油呢 已經有18年的時光 做醬油這件事情對我來說相對容易 最困難的是 找到回家的路 所以對我來講那是一個很深刻的 家鄉一個老家 何嘗回鄉 回鄉不是一條路 其實也符合了家族期待之外 其實沒有人說 做社會福利一定要在哪裡 我們協助農村也算是 另外一個途徑實踐社會福利 不行 我們不能照以前的做法 我們要去思考 我們要創造什麼樣的價值出來 未來如果你要知道未來20年 什麼事情會變成什麼樣子的話 你要往前推 三倍以上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有比較積極的做法 就是積極去 為未來做一些事情 魚在吃的部分是40% 残り60%是5米 在擠的部分 使用骨子 地元的克拉夫公司 合作了 骨子使用骨子 我們都要開發 大家要來參考 研究 我們一直希望突破這件事 就是產業太單一的面貌 所以我們就開始希望有沒有機會跨越活動 所以我們就找了藝術家 找了建築師 找了這些景觀設計師 這些都是好朋友 然後我們就開始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即便我覺得家裡的事業非常的辛苦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同時又被我爸的某一種狀態所感動 那個東西就是 專注 專注就是一種美 如果今天可以感動你的東西 你相信我 這個東西也可以感動別人 那並且我們為什麼要做食慾呢 基本上就是擔心這件事情 素食文化跟消費習慣 還有我們本身的文化保存的一個課題 所以怎麼樣去讓全年齡都有一個 你要0到100歲都能吃的美味又健康 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從地方的問題裡面找你的情方 提供給全世界的人來理解這件事情 這個時候可能各位的價值 不是只是在解決地方問題 而是在對應到國際的高度 120年代前製造的 藝術家庭 我們方面為了保存這種有歷史性的建築物 目前積極地展開 利用古老的建築物 讓它有一些商機 讓大家一起來注目 一起保存下去 如何延續 就是持續地跟地方去做連結 你就會產生更多的故事 唯有把你的默契跟信任感 建立起來之後 未來才有可能性的一個新的事情發生 那甚至其實你們背後看不到 我們每次要溝通這件事情 我們要花費盡心力 去跟這些農友講也好 台上講也好講 我們為什麼要傳遞這樣的信念跟價值 因為我相信一個區域不是自己變好而已 是要大家一起變好 這個地方才會一起變好 共生的意思是讓對方也能夠生存 我們才能夠生存 我們的城市還有很多空間 是沒有人服務的 那個需求者 只是我們都沒有注意到他 過去我們在思考很多事情 其實都大眾思考 那他絕對不是一般大眾 如果你用一般大眾去想 你的服務就不夠到家了 最特別的部分是我們每一年 一定會讓當地的國眾同學來擔任志工 其實我覺得那是一個對家鄉的肯定跟認同感 讓他們在參與的過程當中 去找到覺得身為婦裡人是很驕傲的事情 所以辦活動來講我覺得成不成功那是可以被掌控 但是更難能可貴是這些夥伴 平常建立這個支持的體系 那其實現在雲林蘊藏了非常非常多的能量 也期待大家可以慢慢地認識自己的地方 未來沒有平步的差距 只有思想上的差距 謝謝